我想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很深刻的 能够体会到气候极度变迁的问题 中东会淹水 然后本来不该缺水的地方会缺水 真的气候极度变迁 所以建筑业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整个的设计观念也必须改变 所以必须把ESG的概念从设计端就开始着手 那包括以后缺工缺料 会用更智慧的方法去盖 所以未来预筑式的某版式的 我们也希望说这方面的推动议实际脚步 如果要更快的话 政府在很多法规也能够呼应我们业界 去做这些税捐或者费用上面的奖励 好像我们这些传统的建筑业 从来没有被奖励过 我讲的奖励不是给你多多少容积 而是说你应该给它更好的科技的方法 申请到绿色的建筑 能够省探的都应该给它拍拍手 你可能可以给它一些奖项 国际现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去参加国际的主要页建设奖 他们已经开始把ESG帮成很重要的 那考试绝对引导教学 那希望透过这种奖项来办理 出考题的方式 就会让整个我们营建的产业 会大家开始重视环境的打造 本节目由风光AI窗赞助直播 一扇窗是家的世界 也是企业迎接永续未来的视野 风光AI窗不仅给家庭一扇幸福窗 也要陪伴台湾中小企业 迈向永续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